股庙致富可以不憑運氣 只要用對方法跟對人 機會只給準備好的人 您準備好了嗎 就讓股市戰將 帶領我們積極穩健的累積財富 歡迎收聽股市戰將 華信投顧林和彥總顧問主角 101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26號 歡迎收聽News9898新聞台 持續鎖定的是我們的股市戰將 我是桂花 趕快來邀請主獎分析師 華信投顧林和彥總顧問 何彥老師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彥 昨天晚上美股收紅 台北股市今天開高 在台積電的帶領下大漲了433點 指數收在23487 成交量是4849億 請教一下何彥老師 怎麼觀察一下今天的大盤 台積電獨秀 昨天下午台積電的法說會 那個數字比法人預期來得更好 什麼原因 因為毛利率拉得很高 毛利率拉高到57% 包含第四季的預期也很樂觀 所以台積電光是昨天晚上在ADR的部分 一度飆到13.3% 哇 台積電獨秀 所以昨天台紫棋的夜盤大漲了628點 那你昨天有沒有想一下 台積電在ADR部分飆到13% 最後收盤在9點多% 那台積電會不會開漲停板 好像有可能喔 對有耶 那如果台積電開漲停板的話 104元 台積電如果104元的話 家庭職務 台積電1點是8塊錢嘛 那如果是104元的話 那大盤會漲800多點耶 會怕少得幾點耶 確實會讓人家興奮喔 那事實上今天台積電 沒有那麼強 ADR都已經飆到13% 收盤大概9點多% 將近10% 就台積電今天開盤只開了6%而已 最後收盤只有4.8%而已 怎麼美國的台積電那麼強 台灣的台積電有點意猶未盡 是什麼原因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這個問題 大陸股市今天又開始起來了 對 香港股市橫升大漲了500點 上陣A股漲了2% 深陣A股漲了4% 大陸股市還要開始表現嗎 我今天跟大家提醒了 你最後兩天的買點 你有購買嗎 嗯 今天ETF的部分 中國50正二 早盤還先跌 跌到9.18 下半場開始大陸股市開始拉抬 哇一路縮的9.77 哇 9.18到9.77 這樣縮起來是多少 大概快7%耶 是 我曾跟大家講過啦 最後兩天的機會 你要勇於低階的勇氣 你有勇於嗎 嗯 互生政二 從15.5 一路漲到16.6 台幅也七八貴耶 大陸股市的部分 ETF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超級財報的標股 你看從台積電 對從美國市場的航空股 是 銀行股 甚至於艾斯摩爾的大跌 其實在在都顯示出現階段 重點都在各股的行情 跑不掉的啦 一定是這樣 我觀察台北股市30年了 每當固定的財報期間 都是各股的表現 所以你不要受到指數的影響 指數漲又如何 嗯 你看今天最後加權指數 漲了433點 你知道今天上市櫃的股票 才漲多少而已 嗯 上市櫃只有480家漲 有1200家是跌的 是 你看到指數漲了4500點 結果1200家下跌 你買錯股票也沒用啊 對不對 所以記得財報期間 完全看個股的表現 你不要看到人家大漲就想去追 你應該讓自己冷靜下來 從資料裡面去找 第三季財報創新高 目前股價還在底部的 只有底部近 你才有賺大錢的機會 你看台積電間 1100元了 它是今天才漲嗎 嗯 不是 不是啊 對 人家台積電已經漲了26天了 嗯 台積電已經漲了26天了 你應該早在低檔的時候 你就要買了嘛 對不對 只有買底部 你才會有賺大錢的機會 你看廣達今天 316了 廣達財報還沒發布喔 財報一定是利多的啊 對 你等到財報發布之後 你聽到利多你才想買 不想辦法嗎 嗯 復仇者聯盟 廣達第三季 第一季台積電 第二季聯發科 台積電我們推出 復仇者聯盟的時候 股價在900 你如果拿到那份資料 你有下去買的話 那就很棒啊 對 所以說就該買不是現在買嘛 對不對 聯發科 他說 復仇者聯盟 第二季 我9月11號推出的時候 當時股價在 1100元 現在股價在1300元 你現在買就太慢了嘛 對 包含廣達也是一樣啊 復仇者聯盟 我推出來送給你的時候 當時股價在 240元 對 今天股價已經在316元 利多都還沒出來 它已經長到這裡來了 所以你要事先預估 底部就要開始佈局 等到利多發布的時候 漲高的 反而容易變成利多出境 所以你聽到利多再去買 那都太慢 那都太慢 千金難買早知道 還有哪些股票 第三季財報大利多 現在還沒去的 你要去發掘這些機會 可能你會想 我怎麼會知道 數字沒發布我怎麼會知道 我跟大家講過嘛 9月營收 第三季營收 都已經發布完了 你從營收數字裡面 就可以事先 先把機會給挑出來嘛 我知道你們手中資料不夠 沒關係 下個禮拜 禮拜六跟禮拜天 我有三場講座 下禮拜六 在台北 10月26號 禮拜六下午在台北 下禮拜天 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這三場演講 演講主題 超級財報的隱藏版標股 什麼叫隱藏版 是 大家還不知道 目前價格還在底部 我在演講會場上告訴你 這次台積電飆漲的帶動之下 這段期間 台積電相關的設備供應商 也都水漲船高 全部都創歷史新高 尤其有的北比金拉高到 四十倍五十倍 起到太年了 可是有兩家台積電的設備供應商 連續三個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今年獲利也會創歷史新高 可是股價完全沒有漲 尤其修正跌很深 這兩間公司 我會在演講會場上告訴你 所以為什麼我說隱藏版的標股 就是這個原因 已經漲了跟你講就沒意義了 我們要買的就是還沒有漲 可是利多已經開始一直呈現了 就等著股價開始發酵 開始啟動 那我們要趁航期還沒開始漲的時候 就要開始卡位佈局 所以這兩檔隱藏版的股票 我在演講會場就在講 包含這次ETF 有人賺大錢 有人慘兮兮 接下來ETF該怎麼樣做 哪裡可以買 我在演講會場上一併告訴你 那今天開始接受約報名 下禮拜六十月二十六號下午台北 禮拜天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今天開始接受預約報名 你知道報名專線的 你可以一邊打電話報名一邊聽我分析 那不知道報名專線的 等一下廣告時間 記得打電話進來預約報名 昨天美股又創歷史新高 最後收盤漲漲161點 那達克漲0.04% 費城報道提漲0.95% 昨天美國股市 全部都在看台積電一個人獨秀 對 除了台積電盤中一度飆到13.3% 其他大多數的股票 漲跌幅都不大 都小漲小跌 所以台積電真的是肉臉 台灣之光 是的 在美國 美國是一個全世界的舞台 在一個全世界的舞台上面 全世界看著他一個人在表現 又有榮業 那昨天輝達也一度創了歷史新高 可是最後收盤 只小漲0.89% 也無所謂啦 行情完本就咕咕彈彈彈 對不對 禮拜三的時候 輝達一度大跌了5% 大家嚇到死 新的禁令會不會受到衝擊 我就跟大家講過啦 不要因為一時的消息 然後你的想法就忽然變來變去 輝達 收斂 噴出 那是一個新的趨勢的發動 新的趨勢的發動 你要堅定信心 AI的股票 在輝達帶動之下 一檔一檔 都會從底部重新再發動 阿灌的已經起灌就不要再堆了 繼續找底部的股票 昨天美國的航空股聯合航空 又繼續創新高 又繼續漲2% 漲幅已經超過一倍了 所以航空股的部分 今天長榮行漲了0.82% 很多股票開高走低 長榮行是穩扎穩打 穩穩的 長榮行要注意喔 昨天外資又買了9400張 連續三天買了3萬張了 3天買3萬張 9月份的時候 外資買長榮行 買了18萬張 那10月份又繼續加碼 投信 從5月到現在已經買超過100萬張了 那美國的航空股 兩個多月時間飆了一倍 長榮行 隨時會噴出 法人一直在加碼 一直在卡位 你不要等到行情噴出了 你才想要買 那英文都 在人間叫的 永遠都是幫人家抬交的 長榮行第三季的財報 一定會創新高 全年獲利也會寫下最佳的成績 我估計至少5塊錢跑不掉 5塊錢一定有的 是 能夠到5塊半還是5塊7 這樣的一個問題而已 有長榮行的 國標破掉 我們來抬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昨天為什麼會飆那麼高 因為法社會上面 營收成長12% 淨利成長31% 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在毛利率 是 你營收成長12%當然是不錯 解下單季新高紀錄 那獲利 既成長31% 年成長54% 主要原因是因為毛利率拉高 毛利率從第三季的54% 直接拉高到57% 那原因在於 3奈米、5奈米跟7奈米 總共佔了營運的69% 所以台積電目前主要獲利來源 70%都是在先進製程 先進製程的比重越拉越高 導致於毛利率能夠調越高 那包含在第四季的部分 預估第四季的營收 能夠計增11%到14% 毛利率能夠更調高到57到59%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昨天在ADR部分 能夠一開看那麼高 那其實這個數據 法人也是意外啦 為什麼說法人也是意外 因為法人在台積電財報前 連續兩天大賣台積電 禮拜三賣了一萬六千張 禮拜四又賣了一萬兩千九百張 如果台積電的毛利率拉那麼高 法人如果事先都知道的話 會不會在利多發布前去賣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過 如果行情是已知的 那原則上它會已經呈現出來了 呈現在走勢上面 除非有特別大的利多 它才會有再噴出的機會 所以今天台積電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可是意猶未盡 開高之後就上不去了 那為什麼ADR能夠標那麼高 因為ADR是少部分的股票到美國交易 這樣懂嗎 那你少部分的股票 買的人多 自然它的波動就會大 那大多數的股票在台灣交易 台積電股本兩千五百九十億耶 總共股票兩千五百九十萬張啊 這麼龐大的一個量 它不可能像ADR那樣的標 那這波台積電走到這裡來 我用時間周期大概算了一下 今天是上漲的第26天 什麼意思 台積電都在走15天的倍速循環嘛 對不對 漲15跌15 漲15跌15 這次漲到第14天 突然一個急殺 然後又開始慢慢推高 慢慢推高 過新高之後 15天的double是多少 30天 30天 今天跌26天 哇要小心 未來還有四天的時間 連直上台積電不會那麼快下來 可是四天後 如果台積電再漲不上去的話 短線該跑你要先跑一下 基本面大方向沒問題 可是行情是一波一波的 大漲修正 修正完之後再漲 漲完之後再修正 所以你可以依照它的規律性 來回差價做 才不會說 報上去又報下來 報上去又報下來 這樣就可惜了 今天比較可惜的是大力光 一樣在昨天發布財報 大力光第三季財報也是創新高啊 大力光第三季49.67 前三季129 台積電12.5 大力光49.6 幾倍 三倍 對 台積電今天漲4.3% 大力光今天大跌了8.6% 是 一個再高更高 一個再低更低 那呢 對 不是獲利數字的問題 因為大力光的老闆 有時候他話講得太清楚 他說第四季的業績會掉 就光是這句話 是 是 好 可是你要了解實際的情況 還有哪些股票 目前股價在低檔才剛在醞釀而已 大陸相關ETF 會不會再飆 下禮拜二 會不會反轉 你要特別注意 是 好 你要廣告時間 打斷進來報名 下禮拜六的台北演講 跟下禮拜天高雄台中的講座 打斷進來報名 好的謝謝老師 現階段選股就是重點呢 一定要在行情為漲之前 提早布局 你才有機會反敗為勝 想要複製我們台股 復仇者聯盟裡面的個股 台積電 聯發科 廣達波段大漲的成功模式 趕快把握機會 來參加和言老師 下禮拜的標股講座 禮拜六下午在台北 禮拜天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第一部內容可以留意我們 稍後的工商服務資訊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好的聽眾朋友 現階段選股就是重點 我們一定要跟對老師 買對股票 何音老師已經幫你挑出了 兩檔台積電工藝商的超級標股 想要掌握這兩檔標股 趕快把握機會 來電報名何音老師 下禮拜有三場講座 10月26號禮拜六下午在台北 10月27號禮拜天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主題就是超級財報隱藏性標股 想要領先卡位在底部 趕快把握機會 來電報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接下來後面的行情可千萬不要再錯過了 趕快把握機會 來電報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至於回到節目當中 邀請陪伴大家的是華信投顧的林和彥老師 在超級財報的期間呢 最重要的是各股表現 老師呢 下禮拜的三場講座主題就是超級財報隱藏性標股 接下來想要掌握標股的話 趕快把握機會 來電報名 和彥老師這三場講座 針對這個講座 老師可不可以透露一些呢 請教一下老師 好的 每年固定的四個時間 3月年報 5月首季財報 8月第二季財報 11月第三季財報 固定這四個時間 行情完全都是各股表現 你把指數看得太重 不敢買 你錯是賺錢機會 所以從各股出發 去找第三季財報創新高 要不然會興奮 已經興奮了就不要堆了 尤其漲高的你再追就沒意義了 一定要找還沒有漲的利多股 這是台積電的財報利多 這段期間台積電的供應商 全部都標啊 唯獨剩下兩家 台積電的設備供應商 不但還沒漲 股價完全在底部 經過大調整修正 連續三個月營收 創歷史新高 第三季的獲利也會創歷史新高 包含今年全年的獲利 也會創歷史新高 這兩支股票我在演講會中 隱藏版的 超級財報隱藏版標股 我們在演講會中就在講 包含相關ETF 這次我們賺最多 對 股升賺了125% 中國50政二賺了133% 最後兩天的佈局 下禮拜二開始 大陸股市有沒有機會 再發動一波強勢的多頭 三年幾雲後派轎 大陸股市都在三年三年三年 三年多三年空 三年多三年空 三年的空頭剛走完而已 你對大陸股市相關ETF 有興趣的 演講會場上我一併告訴你 兩廣告時間 打算進來報名 下禮拜六十月二十六號 下午他得獎座 禮拜天早上高雄 下午台中 打算進來 好的謝謝老師的重點觀察 以及分析 接下來想要掌握超級財報 隱藏性標股的話 趕快把握機會 來電報名何葉老師 下禮拜的三場獎座 進一部內容可以留意 我們稍後的工商服務資訊 時間的關係 節目就進行到這裡 感謝華信投過的林何葉老師 好 祝大家超順利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好的 聽眾朋友 如果你之前已經錯過了台積電 聯發科 還有我們廣達 材料KY的波段大漲 接下來何葉老師 在下個禮拜六 下午在台北 10月27號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的標股講座 可千萬不要再錯過囉 老師已經幫你挑出了兩檔 台積電供應商的標股 想要反敗為勝 趕快把握機會 來電報名 來電報名的電話是02-239-239-88 02-239-239-88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手上的股票不對 一定要換股來操作喔 趕快把握機會 來電報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直擊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投資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